我们老祖宗跟佛没见过面 那时候佛教没到中国来 跟现代的科学家更是风马牛不相干 他们所发现的完全相同 叫真理 永恒不变 不能不学不能不认真地学习 佛法不明显 佛法不是宗教 佛法确实是究竟圆满的教育 我跟他解释这个说法 这是我出家的那一天提出来的 参加中国佛教会 我就建议 我们佛教这个名词 要把它修订一下 为什么呢 佛字说得很好 名不正则言不顺 那怎么修正呢 加两个字 佛陀教育 这佛教吗 加两个字 佛陀教育 叫人家面目一心 佛教不是宗教 佛教不是明显 我提出了赞成的人很多 可是没有采用 没有采用 他不用我用了 我在台北成立第一个机构 我是向来不找人的 找人多累 找人多难为情 那 建峰文区寺 我跟他也不认识 他找到我 自我介绍 他说他是个建筑师 最近跟人家合作 盖了一栋大楼 人家出地 他来建筑 八层 要送一层给我 做道场 那么我是 孤望天智 他是孤望言智 没当真了 没想到 他当真 我不当真 他当真 过了几个月 我出国去了 回来的时候 在飞机场 他到机场去迎接我 把那个土地 房子 所有全壮 他办好了 他带在身上 在机场上给我 我说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所以我就在那个地方建立 第一个小道场 佛陀教育基金会 这个会 现在还在 这佛教会不用啊 我们自己开始用啊 我们在香港 真的是香港 佛陀教育协会 我们都从正名开始吧 名不正 则 言不顺吧 夏连局老局司早年提出来 静宗的道场 最好都用静宗学会 这个名字好 我们教学的所在 我们用静宗学院 所以从名称之上 就得下功夫啊 名真言顺啊 我说明 我们修佛的人不明显 佛的经典如实吗 释迦牟尼佛一生 确实从事与教学工作 他没有干别的事情 一生没有建道场 这道场 是我们也修佛 道场人家自动送来的 诚心诚意送来的 我们就接受了 当时我还不接受 我骂他 我说你这是 护持我还是害我 他说我不敢害法子 我说你不敢害我 我感觉到你在害我 他说为什么 我这道场要不要开销啊 他说那当然要啊 我说一个月多少钱呢 在那个时候 一个月台湾钱要六万块钱 我说我拿你去找钱呢 我说别说六万呢 你今天叫我找六百块 我都拉不出来 我怎么敢要你这个 他也着急了 他那怎么办呢 我说你每个月拿六万块钱 可不可以 我就要 你不拿的时候 我就不要 他以后考虑一下 他说好 我去拿 那我就可以要了 我请他做总干事 这里都贵女管 三年 这个道场的奖金嘛 奖了三年 才有人供养 供养的钱 差不多每个月 有六万块钱 我就告诉他 你可以不要拉了 手指可以平衡了 那你叫我到外头去 问人要钱 我才不干这个事情了 说我不上你的当啊 所以一切事情 都是外头人 自然成就的 这个多自在 不操一点心 每天读经讲书 我才能够